李宝田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 比如宰相刘洛国 神医喜莱乐 这两个角色给人们的印象非常深刻 李宝田也因此称名 李宝田出道几十年 从不拍广告 他不像别的明星一样 成了名就疯狂赚钱 不断接广告 而李宝田只专注演戏 如今更是成为了国家一级演员 不过再也找不到像喜莱乐 刘洛国那样的好剧本了 如今都快被人们遗忘了 有没有没忘的双击评论